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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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這是凱林老師 今天非常開心可以來到台北 專訪一個非常屌的饒舌歌手 坐在我旁邊這一位饒舌歌手 真的不需要再 透過我去介紹他的背景 他的名字 與其我來介紹他 我們就直接讓這位饒舌歌手 先自己自我介紹一下 你叫什麼? 兄弟 老莫 大家好,我是老莫 我們代表三批 代表溫富之心 好,那我要再次感謝就是 老莫願意在我們這一次 看你老師的這個頻道 然後跟我們的寫友們分享一些 你自己的收藏 其實也算不上是什麼很厲害的收藏 但是就是 有很多其實是小時候的一些回憶 那就是長大之後 就是想要把那些回憶再重新收集回來 那我覺得就是有透過這樣子 有意義的那種 背景跟故事 我覺得這些收藏能更加的 有這一種有收藏的加 對,好,那我們現在看到桌上有非常多的這種屌鞋 有幾雙甚至老師根本就沒有 所以我現在真的 有點在流口水這種感覺 所以我們先從哪一雙開始呢? 嗯,其實 我想我們先 先道代一下回到高中 回到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 在 你是幾年次呢? 欸這個 你們覺得我幾年次呢? 然後其實現在已經在三十 三十歲的這個階段 差不多的年紀 我們現在都是三十出頭 那在 在我們大概 國中那個時候其實就是 男孩子蠻喜歡打籃球 那有那種酷的球鞋就會覺得 好想蠻好想蠻好 就是家裡面可能都會有一些預算限制 那 我其實說實在的 我在小的時候 我不像那種很幸福的小朋友 我在 國高中的時期 我穿過兩雙秋的 就是這兩雙 白鞋 上課的時候 對,上課 體育課的時候一定要穿白鞋 就是 Logs Bunny 還有這個 另外這一雙 那 這個其實是比較RAR 因為 就是 世上酒袋不是那種 受歡迎的鞋款 然後 可是它是 Original Color 對 所以我覺得它的 這個價值 對我來說 還蠻重要的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 還會 還會去打籃球的時候 我都一直去操我這種酒袋 到後來那個 皮都爛了 什麼的 然後還捨不得丟 是 順便跟大家複習一下 其實酒袋那時候 我發行的時候 Michael Jordan 他已經宣誓 就是要去打棒球 對 去打棒球 所以這是少數就是 他沒有 就是在草叢裡面穿 沒錯 然後再順便跟大家 提醒一下 這雙之前呢 會很紅的其中一個原因 也就是呢 Tupac 當時在他的MV裡面 有穿這雙鞋子 所以呢 在嘻哈界這雙也是一個 非常designable 就是大家都非常想要的一個鞋款 就是他黑白 就是很OG 非常clean and fresh 所以這雙真的是 也是極品 也 不能說極品啊 可是就是應該說 因為相對來說 比較into酒袋的人少 那他也 他並不是 因為最近這一兩年 其實像 真正會跑去購買抽鞋 去排隊 在台灣那個風氣變得很旺 可是事實上這個是在 嗯 這是幾年前 08嗎 還是 就是比較前面幾年的時候 做的一個複刻 那 他也沒有一直出一直出 比方說像是 Fire Red這個他就出了 兩三次 對 那這個的話其實就是 因為他也 他也比較少人喜歡 然後 他也沒有不斷的複刻 所以相對來說 擁有的人也少 對 那我覺得這個 這雙是我很喜歡的鞋子 那這個的話 我忘記是我小學六年級 還是國中 國一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第一次 第一次在球鞋店裡面 看到Joan鞋 然後覺得他的設計很不驚 那個也是剛開始看籃球 對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 是那個 就是 那個 Charles Buckley 跟 那個Joan在 太陽隊 對公用隊的時候 那 講到八代的時候 我相信之前老師 在這個 我的鞋皮影片 也有跟大家大概 介紹說 這一雙的這個設計 敏感來源 那 然後問你那時候會喜歡 八代這雙鞋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也沒有特別的原因 然後 我現在 我會想起來就是 我印象沒有深刻 其實是在鞋店 然後 看到然後 想要買 然後可是 就是跟家裡面 跟媽媽要求 然後媽媽就是 怎麼那麼貴 然後 就在那邊 千拜託萬求 這樣 然後 買到這一雙 然後覺得非常的珍貴 這樣 對 你還記得當時多少錢 買到的嗎 喔 man 對啊 應該是 我想應該兩千多塊 把三千塊 兩千多塊 對應該兩千多塊 我在想 所以這幾年其實 他因為他價錢一直在調漲 可是在那個時候 那個價錢其實是很貴 是 對 所以 那 也因為是小時候穿過的鞋塊 所以 並不會特別想說去追求一些 很 很 現代才出來的一些新的顏色 然後 就是 keep a rich 那 那 看到八代的右邊 哇 又是一雙非常經典的配色 你可以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 這一雙是什麼時候拿到 然後 在你心目中 他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或者有什麼故事 如果 如果大家有看到這邊的鞋子的話 其實 你應該知道就是 就是我還蠻喜歡三代的 我蠻喜歡三代 那不是因為 當然三代 麥克風就有點本身 在穿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開始接觸籃球 我也還沒有開始收集球型 可是 後來其實就是 black cement 這一雙 這個就是很 事實上是 很多很多 kpop iris 很喜歡穿的 一個鞋款 對 如果你去看JZ 你去看康葉 West 如果你打black cement 在那個 在google上面 插一插的話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有名的 老師歌手都會用這雙鞋 他那時候看了 如果你看到其實 所以我常常在穿 所以他還是有點髒 那我不像 不像Tom一樣 有那麼多的輩分 沒有沒有 就是穿我舊舊的鞋這樣子 然後 那 那就是 其實那時候就是 像很多年輕的朋友嘛 就是我們都會去 參考一些 國外的人 他們喜歡的鞋款 有哪些是自己覺得酷的 那當然 就是 嗯 因為我比較喜歡東岸 這邊的那種 饒舌的風格 我會去 我會去關注JZ 我會去看NAS 我會去看一些比較 指標性的能力 那 這個JZ之前 他們有穿到這一雙 對 街拍被拍到 哇 這個好帥 好像滿帥的 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其實是在現在 調漲之前 因為現在Nike的retail在台灣是 五千 五千三 對 那我記得我這時候 入手的時候才四千多塊 所以是在開始潮現之前 OK 那 所以也是算還滿合理的價錢 買到它 那我記得我買回來的時候 我還 還丟一件捨不得的穿 然後還放了一陣子 再拿出來 可是事實上 三代它有一個 為人詬病的地方 就是它 它的那個soul 比較容易 chip 像是說歸裂 對 它會均裂 那 事實上 對 那像這一雙啊 這一個也是 這個是在這個之前 就買 這也是前期的 那它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有一點烈 可是 就是 它是穿了很久之後才出現的 所以有時候 你是要控點運氣 對 就是 雖然說 我一直這樣操它 可是它 它狀態一直 直到這一年 那 這個 就放了比較久 然後 我拿出來穿穿個三次次 我就開始 就開始 就開始 那 如果你有注意看的話 現在老末它 目前 所成立的這些三代 都是過去1988年 最經典的一些配色 比如說 Black Summit aka 季後賽 好 然後還有這個 Fire Red 非常經典 I mean You can't go wrong with white black and red true blue 老師很想要 可是我都沒有 就是它目前的鞋子我都沒有 所以 你不要這樣走 那講到後面這一排鞋子 我們也順便看一下前面那裡 我們剛剛有講到9代 然後 第一雙 最左邊的第一雙 是這個 Play Off 12s 非常clean好看那一雙鞋 然後 莫瑋你對這一雙 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是這樣 就是 呃 大家買其實都有一些預算嘛 所以有時候會進進速度 進進速度 那這雙鞋其實 呃是在 我想想看 前年的時候 發的嘛 然後前年的時候 呃 我有機會把它入手 入手之後 欸 剛好我就把它穿在我的 溫富之星的這一個 端極的封面裡面 對 對 配給一下 那可是 就是在 後來 然後 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 後來我就決定說把它賣掉 賣掉之後呢 覺得心有不甘 又去把它找了回來 對 那 那就是一個 怎麼講 因為後來原本把它賣掉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想太多 就像是翻出時裝前 可是後來 因為我的作品裡面其實封面上面有穿 然後我想說這 嗯 把它當作是一個紀念 也好 事實上它也蠻舒服的 是 對我就把它再重新再收回來 然後 對啊 作為一個紀念 是 所以呀 這一雙鞋 不管是在 老莫的這張專輯裡面的封面 有feature到 過去十二代 也是在Jordan 那當年的 這種achievement 也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 一雙鞋 好 好 那 我看到了目前 桌上 大部分的鞋子 都是Jordan 品牌 那這邊有擺了一雙NINTI鞋 唯一 現在沒有用鞋盒蓋起來的 嗯 Air Max 97 他媽的經典 這個真的是 很經典 當年我沒有辦法 沒有錢可以買這雙鞋子 那看到人家穿這雙 只要有穿這雙鞋 就是擺一個很高傲的態度 有沒有 所以 這雙鞋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像是 對啊 像在桌上這些很多都是跟我 它等我們不見得是說非常名貴 或者是 很 很難入手 可是 那大部分都是跟我們小時候的一些 對啊 就像Tom一樣 就是我小時候也是 看到人家穿這雙 那時候 就是 穿了其他的藍球鞋 也不可能像現在有那麼多 這個 經濟的能力做去 把喜歡的鞋都入手 所以那時候也是看人家穿 覺得哇這好帥 可是 第一個上課也不能穿嘛 因為它不是全白 對 所以有一點限制 那 那下課回家又去補習 又趕完 你沒有時間再換一個新的鞋 或什麼 也沒有錢 所以等到後來有機會的時候呢 就是 對 這一雙是我跟人家用 忘記我問什麼 跟人家換來 這個是跟人家Trade 然後 入手 就是換來 那它是一個經典的鞋款 就是平常 因為有時候穿籃球鞋出去 也是 負擔很重 相對來說 因為它包覆性什麼 就比較 沒有那麼輕便 所以 我有一些鞋款也是 比方說像Flyknit 或者是Air Max 也是我有時候會穿 是的 的鞋款 那它很好看 然後就是有一些那種反光的感覺 對 金屬感 對 在那個時候其實看起來是很 很 很創新的感覺 對 那順便跟大家就是 提一下就是說 Air Max 97也是當年 Nike這個brand 將這種 360的Airbubble 也就是說這種 全面式的氣墊 放在鞋裡 所以這雙真的是 蠻多的創新 那 如果你看到這雙 97的波紋 很多人說 這個之前 我記得好像之前有人說 這個波紋是 照著什麼設計 可是其實它這個設計 靈感的來源是水滴 有沒有這個滴在水裡 然後這個 水紋這樣擴散 而出來的 這是 設計這雙鞋的這個 當事人 他證實的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聽到說這個紋路是 其他種種的設計 那是錯誤的 OK Air Max 97 非常經典 尤其是這個配色 現在呢 我們看到 除了Jordan Brand 還有Nike Brand 以外呢 我們有看到 Rebok的鞋子 所以老問你有在收集Rebok 其實沒有 但是這雙鞋 這雙鞋 比較特別 它是有少數 很喜歡這雙Rebok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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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 shout out to Seattle Supersonic Back in the old days Yeah I know you like that Sean Camp Representing Seattle 這一個呢 也是在我國中的時候 大概是在這個 九代這個時候 那 小朋友嘛 也不能夠每一雙鞋都買很暗 不過我記得我這個時候 小時候買這雙也是兩千出頭 對 很便宜的一個鞋塊 可是我覺得他很帥 然後那個時候 Sean Camp在他的 全勝時期 他是一個很 對 是一個很狂野的一個球員 對 那有在看NBA的一些老屁股 你們應該都有 都有一樣的回憶 那像 事實上在這個 在去年的時候 那個Kamikaze 他的 二代 就一直不斷在復刻 可是我那時候就在等 我在想說 這跟我小時候的樣子 不太一樣 包括他上網去查一下 原來那個 我以前穿的那個是一代 我就一直在等 我一雙都沒買 然後 我就是等到這個 OG的顏色出來 我就把它收進來了 是 就是專門把我小時候 曾經穿過的鞋 再重新入手 然後 感覺還是一樣 就是他 他其實是一個 還算蠻平價 而且 這個也蠻舒服的一雙鞋子 推薦給大家 那 因為Sean Camp是 那個Seattle Supersonics的球員 所以這是他 就是他的一個 他們球衣那個時候的顏色 對 黑色 黑色跟綠色 非常經典的一雙鞋 而且 如果你看 在90年代 可以把鞋子設計成這種造型 真的是 非常的LOUD 你剛剛聽懂我意思嗎 真的是非常酷 好 那 在這雙鞋的旁邊呢 我看到這個 Nike ID的鞋盒 糟糕 超想看的 來我們看一下 可以嗎 其實 這雙ID鞋呢 是 這個 前 在 是在什麼時候 這應該是在 08 07 08年的時候 在Nike的 東區那邊 他們有一個 概念店 pop up store 然後他在那邊 有短期的提供 有短期的提供ID的服務 然後所以他那個時候限制很多 他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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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只有 Air Max 90 可以做 嗯 嗯 我那個時候就是 心意很 就給他花下去 因為 事實上後來我有機會到上海去 要看他們的ID Walk 動不動那個就是 八九千一萬這樣子的價錢 事實上是很難 不太親民啊 那 那相對來說 如果你可以在台灣入手的話 也 對 也不用那麼 經過那麼多麻煩 可能挺錢 人家買 寄到別的地方 那寄過來 對 那我就是 好 就衝一雙好了 OK 這雙鞋的配色真的是 非常的吸引老師喔 因為 阿美 然後把Hip-Hip-Hip對不對 我喜歡聽Hip-Hip-Hip 那只要有 在這個文化 你懂 招種的這些人兄呢 都喜歡 Bling Bling的東西喔 那 你說這是幾年 2000 2007或08的時候 2007年 OK 那時候還是 當年來的時候 所以你可以大概跟我們解釋一下 你這整雙的設計概念 是繞著什麼在跑 還是說就是 顏色 其實就是一個 我就是想要一個比較 跳出來的顏色 因為平常 平常我的衣服 沒有說很多 太過花俏 所以我就覺得說 有時候 你穿衣服的重點 可能你全身是素牙 然後鞋子 是一個很 很跳的顏色 看起來就很不錯 那 那個時候 在做這張90的時候 它一個比較特別的material 就是 這邊這個金屬的地方 還有它的這個 前面這個tag的部分 你記得這個選項 是什麼名稱嗎 沒有忘記 都可以 不過它 就是那個時候 它有金色跟銀色可以選 OK 那我就是選了金色這樣 旁邊也是 check這個地方 超漂亮的 然後內裡的地方 它就是有一個另外一個 不一樣的這種 花布可以選 白色的 它就是一個比較低調 然後可是 又有一點點變化 那我就覺得還蠻漂亮的 我覺得 就選了這個 比較跳出來的顏色 那事實上其實買回來以後 也是很少 很少有機會可以穿 因為也覺得太腰白 然後 對 走在路上這樣 有點害羞 這樣 所以在 可是在 3不50拿出來見掌一下 我覺得蠻開心 那 在後面因為 ID的特 特殊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 上自己的 可以上一些字 那我就是 那個時候還沒有溫顧之心 我覺得是3B 對 這個就是 我江湖上走跳的名字 所以 對 那這邊是我的 那麼以前的 一張專輯 鴨勵的開神經 forever Yeah 好 那個人覺得呢 只要鞋子有超過五雙以上 就已經是收藏的這種地步了 那除了 玩鞋以外 你還有其他哪一方面的 比如說 興趣 或者是收藏 其實因為 就是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事實上我跟Tom的背景很像 我們就是 我在很小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個 又帥又兇 台中最壞的TTM的 饒舌快手 然後沒想到呢 我們在未來 欸 就是他開始 接觸鞋子之後 對 他就一頭栽進 那球鞋的世界 然後他也開始教 在 開始教英文 從事教育的工作 那剛好跟我 非常的類似 然後 在最近也變成 變成兩個孩子的爸 對 那所以就是 在很多方面 我們很多 很相似的地方 那當然就是 在 在我小的時候 我接觸黑帕音樂的時候 那個時候可能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 一切的事情 他其實都是 光環相扣的 我也是大概在國中的時候 開始接觸到 黑帕音樂 然後我就開始 回去養成一個購買CD的習慣 那那個時候 然後 事實上 資訊不像現在那麼發達 所以變成說 你常常去 鏡頭上面好像 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你就是看上面 有沒有那個 Parent anniversary的貼紙 然後你就猜 上面有黑人 好我買一張這個看看 對然後 這樣慢慢的慢慢去聽 然後每次拿回來一張 指定小時候沒什麼錢 然後一張指定就 開始翻他的內液 認不得幾個字這樣 然後慢慢的 英文程度也變好了 去記一些製作人啊 誰跟誰 feature 然後去瞭解那些黑帕世界裡的一件事情 就是 那是在我開始 真正創作老舌之前 就很喜歡的一件事情 所以 一直到後來 對就是 當然現在購買CD的人 那比較少 很多人可能是網路 無論是合法 或是非法的下載 對 那 可是事實上 就是我遇到 有喜歡的CD 我還是 還是會把它買回來 對不對 就是把它做一個收藏 當然在 因為我大部分的收藏在 我媽媽那邊就是 比較多 所以我這裡就是有一些 呃 比較具代表性的 台灣的 一些 一些 這個CD 喔這個有一個很漂亮的盒子 對 那這個盒子呢 這個是陳冠希 的Edison Chan 對 那為什麼會買他的專輯呢 事實上不是買的 因為這是 呃 在先前有一次有機會 跟我們 台灣老舌界 對的第一把交以 熱狗先生 對也是在 之後你們也會 也會在interview 裡面看到他 對那個時候他 他在幫 陳冠希製作專輯 然後 因為你們都知道 熱狗他很忙 有很多事情啊 要寫歌啊 用很多MEDA的話給他 他很忙 對 所以他在那個時候 他就問說 老孟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要不要幫我分擔一些 我的workload 對有幾首歌交給你寫 所以我就有機會 我有這個privilege 跟我們的 這個 潮流一哥 陳冠希先生 對 合作 那他就是基本上很簡單 就是 他把音樂 給我 然後我按照他的一些想法 把他英文的歌詞 變成中文 然後錄一個demo 讓他來 跟唱這樣子 對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工作經驗 然後後來 事後他就是 給我一張 他這個很 感覺 花了很多錢製作了 他做成一個很精美的 有點像是藝術品一樣的 對 這樣子的一個盒裝 其實是很少看得到的 那後面 他有一些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老舌歌手 如果你們沒有買的話 對 趕快去買 雖然終於有一點時間了 這是蛋堡的 這一次的 這張專輯 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張專輯 對 那 這個 上面有一些 有簽名 然後他是一張雙CD的專輯 對 Shoutout的顏色 Shoutout的Soft的 對 很喜歡這張專輯 然後這個是熱狗的 這個 演唱會DVD 如果你們有注意的話呢 3B的小哥跟老莫 也有出現在裡面 那當然裡面還有很多很厲害的嘉賓 包括說 像是蛋堡也好 Miscode 對 包括說彎童 他們專輯要發行了 Fresh店也喜歡去買 對 那為什麼沒有TDM 因為你在 人在國外 在國外 順便打嗝一下 人在國外 對 Shoutout的顏色 那個國旦他的那個 Gordon Express 進行中 所以這個暑假 也會出來跟大家見面 對 台灣的HIPHOP 現在是台灣HIPHOP forever 再次感謝老莫 這一次跟我們大家分享你這麼多的收藏 真的是每一雙都對你來說有很特別的意義 那也非常的享受可以去聽你自己的故事 好那在這一次的專訪結束之前呢 老師這一次有親自帶一個 也算是一個 Project的見面禮 要給老莫參與一下 就是有點強迫式的參與喔 也就是說老師有帶一雙這個Air Force One呢 然後全白 All by Everything Classic 要給老莫簽名 那到時候 這個簽名的 這個Project 老師在公佈 我會把這雙鞋怎麼處理 那 希望有這個榮幸 可以請你簽名一下 我當然是很樂意啦 只是怕我簽上去以後 反而賣不掉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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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超帥的喔 老莫的簽名 有沒有看到 有點臭 親筆簽名喔 非常恐怖 這比MJ的簽名 看一下 這樣吧 所以我們不贏侮辱人家 看一下 但anyway This is really cool Thank you so much 所以這個是 你帶給我的見面禮 事實上呢 我這邊也準備了一份小禮物 感謝你們從台中千里條條來 那這是 我的前一張作品 溫故之心 在前年底的時候發行 因為老師人在國外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入手 那我就直接這邊有一些庫存賣不掉的 不要這樣 他其實沒有什麼庫存 反正就是 跟大家 跟老師分享 因為 他們也是 就是我很早很早 剛開始接觸老師的時候 我就認識的 一個朋友 對 那 到現在大家都還在自己的崗位上 做 彼此喜歡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 迷足珍貴的一件事 謝謝謝謝 真的快哭了喔 我現在真的在演示我那 想哭的那種 呵呵 狀態喔 不過anyway 老莫的專輯 一樣 非常的經典 老師其實之前在線上 有聽過幾首歌 也密切的一直在注意 然後這一次可以親手喔 拿到他的專輯 而且是他有簽名 有沒有看到 有留言簽名的齁 到時候再把它放在線上拍賣 賺點錢 歇錢齁 有沒有看一下 but anyway 謝謝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interview 嗨 man 下次見 當然 好 謝謝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